又一位朋友 負貪到我的人 一定能講義氣 謝謝你對我的參賽 你剛才怎麼了 我剛才上課不捨知訊 所以一會兒老師要來主題我 那你為什麼不捨知訊呢 我有一個詮語不得 所以低聲下氣的問旁邊的人 怎麼能低聲下氣呢 我家低聲音說話不就是低聲下氣嗎 不是啦 旁邊的人說話很卑微才會用低聲下氣 哦 所以不讓別人問旁邊的人 虛心請教 不能用低聲下氣了 對啦